我就先講今天的臨時會好了 它前因後果是因為 在議會規則裡面 只要有三分之一的議員提案 那當然就可以召開臨時會 召開臨時會大目標就是因為這個 而虐而愛 想要去做專案報告嘛 其實就我所知是 市府方已經準備好專案報告的內容了 那為什麼不讓他開會存呢 可是因為今天開臨時會 代表說是下週要來做專案報告對不對 我們台北市議會公務委員會下個禮拜 整團要帶出去啊 要去考察啊 考察重要還是這個重要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這個是既定的 既定的行程 那相對的也會 那這個東西要不要取消 我覺得當然尊重這個公務委員會 因為我覺得我把這個事情去看 我想說對啊為什麼 因為我明明也知道說 北市府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不管是書面報告或者要講的內容 當然如果案情越清楚會越講越多 可是今天為什麼這個會 大家沒有辦法 是因為下個禮拜 這一些議員 藍綠還有五黨議員也都在裡面 那這些議員離開 如果沒有在這個所謂專案報告的現場 他們也失去他們的職學權力 來來來來 方如我跟你講 這藉口 考察尤其出國 是 我也當過議員當過立委 當然考察是真的公務 但是公務之餘啊 有一些娛樂 就是去參觀一些名勝古蹟 考察要這麼重要嗎 還是這個案子重要 開會重要 所以考察不是你 而且勇哥 我再讓我補充一段好了 因為考察完之後再下來 連假結束之後 市議會就開議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專案報告 一定會有 而且必然會有 勇哥這個 我簡單一句話 你說市政府有考察 請問今天是市政府去跟議會請假去提出嗎 不是市政府啦 是議會啦 我告訴你 那有議會是用這種理由來讓他留會的嗎 你程序文會可以處理嗎 專案都排好了 今天是國民黨的市議員集體不出席 為什麼不出席 因為要保護陳從文嗎 對吧 就是要保護這些 保護陳從文 保護朱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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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自己啦 怕出去問了 都媽的超超 你有沒有被關注 你是整個國民黨 黨團的人不進去 你的意思說 國民黨議員很多被關注 不是陳從文嗎 不是陳從文嗎 黃呂出來幹嘛 黨部主委 所以現在叫避風頭 所以考察也是為了避風頭 等到連假結束時候 新聞彈掉才要開會 所以陳從文 這個案子裡面 會有很多國民黨的議員幾關 不少 肉掌 所以他是肉掌頭就對了 對啊